提到演员杨阳 大部分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她那令人惊艳的颜值 绝佳的骨像和完美的皮像 宛如女娲精心雕琢的炫技之作 让人见之妄俗 从校园男神到实力冰王 从偶像剧男主到贵不可言的 着实家公子 杨阳的每一次亮相都足够惊艳 完美验证了 人生就是反复爱上杨阳的过程那句话 尽管今年以来已经有两部作品上线 但作为演员的杨阳 不仅仅想交给观众一副满意的答卷 更是在不同角色的人生经历里 得到磨练也获得成长 记忆你是我的荣耀中的航天工程师于图后 杨阳在新剧《我的人间烟火》中 挑战消防员宋艳一角 寸头造型干净利落 又少年感十足 让人很是行动 《我的人间烟火》由李牧哥指导 编剧《徐素》 杨阳 王楚然 魏大勋主演 目前已经开拍 该剧改编自九月西小说 《一座城在等你》 集数共四十集 拍摄周期长达十二个月 今天先给大家放点小料 来看看这部剧中的杨阳 是个什么样的全新角色 该剧主要讲述了 由杨阳饰演的消防战长宋艳 和王楚然饰演的急诊科医生许庆 分别十年之后重逢 青春时代的两人因家庭相互反对 被迫分开 再相见时 两人都有了许多成长和改变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由 许庆和宋艳再一次有了交集 宋艳带领十里台的消防员们 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在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后 仍然不改初心勇往直前 他的坚持渐渐感染着许庆 困扰他们多年的心结也逐渐被解开 两人努力克服家庭阻力 最终又重新走到一起 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用各自的专长 守护着这座美丽城市的故事 据悉 本剧除了融入消防 医疗等元素 还将呈现火灾 暴雨 高楼救援 车祸现场 地震灾区等极限场景设施 男女主人公将一同出生入死 或服相依 视觉效果震撼 甜蜜撩拨升级 你的每次逆行都有我在原地等你 对于该剧刚定绝的时候 就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是什么神仙配置 男女演戳我 帅哥美女家会拍帅哥美女的导演 这个就是我们演狗的天堂 要知道 当初李牧哥导演挑女演员 就是奔着漂亮的找 热度低 没关系 毕竟有洋洋在 到时候话题肯定不会低 再加上九月戏的小说 《一座城在等你有着超高人气》 在豆瓣上两千多人 打出7.4的评价分 这部剧自开拍以来 路透图就没少过 但每一次洋洋的新造型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之前的路透图中的她 穿着简单的短袖 衣服上大片的韵染色块 有种水墨化的质感 从仰拍的镜头看去 洋洋轮廓分明的侧颜 和线条流畅的手臂一览无语 像极了在球场上 肆意挥洒汗水的少年 轻松气质扑面而来 再加上向来最会拍美人的 李牧哥导演 而洋洋也记迪乐巴后 再次打档圈内 新晋冷艳大美女王楚然 此前流出的同框图中 两人站在一起相得一张 画面颇有韩剧的唯美梦幻感 路透图中 30岁洋洋眼神宠 逆态温柔 23岁王楚然 长发飘飘 太美貌 当日 洋洋身穿卡 其色夹克现身 整个人和以往路透中 呈现的状态一样 都是休闲随意 再加上小平头造型 更显得分外清爽干净 洋洋似乎在冲着水微笑 眼角勾起的细纹分外真实 从侧眼看她比较立体 轮廓分明 之后女主王楚然 也进入到大家的视线 王楚然身穿蓝色棉袄 长发飘飘 虽然骑着自行车很节地气 但却自有种素雅洁净的美 王楚然双手扶住自行车把手 洋洋则按住车头 两人似乎在争执着什么 透过栅栏看这一幕 如此生活化的场景 却被两人的高颜值点亮 俊男美女同框 更是说不出的般配 之后王楚然终于得以露出全脸 她长发飘飘 五官精致靓丽 白细的肤色 配上珠红的嘴唇 缝外夺目 完全就是为肤白貌美的大美女 而洋洋眼神中有戏谑 亦有宠溺 当看到两人脸的那一颗 偶像剧的氛围感 立马就来了 对于两人的状态 网友自始成道不已 纷纷表示简直配一脸 其实洋洋出道以来 搭档了不少人气女星 不少都是大美女 譬如刘亦菲 迪勒巴 赵露丝 都是人气鼎盛的女演员 看了两人的路透图 网友更是发自内心的表示 磕到了 除了两人的同框路透 氛围感满满 洋洋的单人路透 更让大家惊喜 前段时间 我的人间烟火 就爆出一组运营的单人路透 画面中 身穿橙色消防服的洋洋 正站在云梯之下仰望 而她的身边 则站满了围观群众 看起来像是在拍一场救援戏 洋洋左手插腰的同时 面部也相当紧绷 因为其角色 不仅要担心被救援者 同时要注意手下的安危 随着剧情推动 洋洋或许是完成了任务 于是马上变成了 仰天大下的状态 整个表情显得超级甜 温暖又治愈 从绣标上能看出 洋洋其实是现场的消防指挥 这个角色 除了要具备专业素养 对心态更是一种极大挑战 洋洋和同事完成任务后 一边走一边摘下手套 虽说看似有些疲惫 但唯一没变得是她的笑容 洋洋每笑一次 就非常容易破功 让人有种大男孩的错觉 不过从实际情况而言 很多消防员 其实都是95后和00后 这和洋洋的实际年龄 还是较为接近的 不知是剧情需要 还是私下里打剧 洋洋还被拍到 踢了同事一脚 这里小二更倾向于后者 看来洋洋和剧组 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 洋洋在后场时的状态很乖巧 只见她站的笔直 整个人显得极为挺拔帅气 非常符合消防员的真实形象 除了男女主 洋洋和剧中女配的路透照 还上了热搜 原因是和她的对手 这位来头太不简单了 这就来看看是何方神圣 原来是我们的超越妹妹啊 近日洋洋洋超越 演表兄妹这一话题 也冲上了热搜 仔细一看 原来是我的人间烟火的新路透图 洋超越在剧中客串出演 宋宴的表妹 窄秒 这可真是梦幻联动呢 画面中 洋洋和洋超越坐在房顶边上 聊天交谈 穿着格子衫 扎着高马尾的超越妹妹 元气满满 举手投足间表情灵动 让人挪不开眼 穿上黑色外套的洋洋 则气场全开 完全是硬汉男神的即视感 不禁让人期待其两位 在正片中的表现 路透照中似乎是洋洋在线红妹妹 洋超越 难怪不少网友都表示 想浑穿洋超越 这对兄妹真的太搭了 信洋的都长得这么好看吗 话说洋超越自从转行 做演员以来 评价还算不错 无论是客串的江夜长安诺 还是主演的且听凤鸣 表现都蛮亮眼的 如今妹妹也是处于 影视综艺两开花的状态 加盟综艺登陆 园鱼洲的官宣照极为洋眼 穿着背带裤可可爱爱 抚摸小猫的动作温柔又有亲和力 简直就是从漫画中走出的美少女 目前超越妹妹还有一部 戴波仙侠剧《虫子》即将上线 她在剧中饰演自带煞气的女主虫子 有软蒙可爱的白衣弟子造型 还有黑化沉默的霸气红衣造型 因为五官极为精致 她的烟熏装造型并不显轻浮 反而二次元感满满 让人不经期待起正片来 虽说杨超越的戴波剧基本都是古装题材 但此次她在《我的人间烟火》中的现代造型 也让人眼前一亮 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等到杨阳和杨超越 合作一部偶像剧 毕竟单从颜值来看 两人还是很有CP感的 看着如此高颜值的两人演绎 从校服到婚纱 简直想想就让人心动 最后希望 《我的人间烟火》快点杀精叮当 迫不期待想看皮肌之神洋洋的现代剧了呢 你期待这部剧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